快步冲上台 孫安佐穿着康乔制服 抢过思议的麦克风 朝台下兴奋大喊 话还没讲完 就被旁边的老师驾驻 孫安佐却坚持向同学真请告白 这是他转学前的温馨场面 没想到却被康乔家长乌龙爆料 孫安佐曾经裸身冲上台 放话要在学校放炸弹 他主要动机是因为要转学了 甚至是机会跟大家说一下再见 我们当下的反应就是觉得 还蛮好笑的 本身其实本来就对 孫安佐的同学替他缓家 根本没有放炸弹 一说他只是很单纯的 想跟大家说再见 就在评论媒体报道 孫安佐常把到你家开枪挂嘴边 他也从未听过 他开玩笑也就是 同学平常打屁聊天 你家开枪哦 真的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我本人从来没听过他讲这种话 枪子有兴趣 但是他从来没有用那种气 来威胁或者是攻击边 全套武装操弄火焰枪 周刊网爆料 其实孫安佐的这套装备 原本是想拿来参加康乔科展 却遭到校方以不妥为由拒绝 要求他换题目 但也没通报教育局 让孫安佐转而把自制火焰枪 拿到网路上 孫安佐不止出版电子书 教学自制火焰枪 还在网路上分成三种套餐贩售 价码落在27000到33000之间 还真有网友来询问 他也回应私下聊 不过康乔对此不愿回应 只在三号晚间 发布给家长的一封说明书 强调孫安佐只有在高一高二时 就读去年已经转出 还毕业典礼场地座位有限 不开放外宾参加为由 晚去孫安佐在美国大牢内的期盼 似乎有意划清界限 谢王志文林全台报道